新冠疫情依然不能轻忽 因为上星期是新增238例的本土的并发症 其中年纪最小的是中部有一名五个月大的小男婴 他就医时有肺炎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 除此之外 疾管署也公布了今年第一例的境外移入 虐疾死亡病例 是40多岁的外籍男性 他入境之后隔天发病 虽然紧急就医 但还是因为病况恶化 入境第三天不幸病逝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 虐疾死亡病例 也是近十年来第二起境外移入 感染虐疾死亡个案 是一名40多岁外籍男性 今年4月下旬曾经到非洲马拉威 5月18号从韩国入境后 独自入驻旅馆 隔天出现呼吸喘 胸闷食欲不振等症状 20号就医时生命真相不稳 采写检查确诊感染恶性虐 虽然紧急投药治疗 个案仍因病况恶化 当天不幸死亡 如果是感染恶性虐的话 也就是像这个个案所感染的 他可能比较会有 比较高的风险 会有这个黄胆 肝肾衰竭 甚至到这个脑病变 昏迷或死亡的情形 另外肠病毒疫情也拉警报 上周全台门急诊就医 达1.7万多人次 比前一周烧降 但也是近十年来同期次高 机关署预估 肠病毒疫情将在5月底 6月初达到高峰 医师提醒家长 5岁以下婴幼儿 是肠病毒重症高危险群 如果出现重症前兆 一定要尽快就医 如果病毒跑到中处神经系统 小朋友就会出现昏睡 没有活力 四肢无力 那或者是说 他会有不正常的抖动 很像惊吓反射 这些都代表病毒已经侵犯脑部 造成了这个脑炎 此外新冠疫情上周新增 两百三十八例本土并发症 和前一周相当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年纪最小的是 中部一名五个月大男婴 就医时有肺炎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治疗中 至于外界关注的 新变异株KP.2 是否可能会造成新一波流行 机关署强调 KP.2变异株的本土 与境外占比都紧约一成 还需持续监测 变异株的流行趋势 记者 来说明讲东西 台湾报道